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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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大家好我是Q摸 看這裡 今天Q摸來野外啊 有沒有看到,碧藍的藍天 大家可以看到Q摸在 手上拿的怪怪的東西 好啦,今天Q摸齁 來到野外,也是替大家開箱一下 相信啦,就很多人之前就看過 這一個,這個是 40mike 40mike 這個40榴彈 當然這個是直線式的 那Q摸現在先來一個簡單的開箱 因為東西真的不多 那重點是什麼 大家要看的,就是重點是 怎麼樣會沒朋友 沒朋友榴彈到底是怎麼樣讓人家 沒朋友,Q摸今天會下場實測 兩個方向 一個是如果你穿著 背心被打 跟另外一個你沒有穿著背心被打的時候 到底會怎麼樣沒朋友呢 讓Q摸實測給你看看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開箱 說實在的這顆榴彈 蠻貴的,2000多塊錢 我買在這裡 2200 如果你有興趣的人想要買 網路上查其實有 或是你想知道哪裡買 我都可以跟你說我在哪裡買 首先我們打開箱子 上面都英文 都英文 那你看到他就先附一個臂章 這個也是很多人說這個臂章真的很帥 所以這個臂章就 就直上了,好不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鬼玩業 沒朋友榴彈的本體 他在上面寫得很清楚 他這邊就有寫150BB 然後再像他的出速這邊 200FPS 200FPS大約不到100 真的不到100喔 但是他建議說 大概在10FIT 也就是說大概在10英尺開外 差不多10步左右吧 他甚至可以打到100FIT 大概30米左右 他還可以打到30米 最近他建議你大概3至4米打 好不好Q摸等一下就試大概5步 好不好 留一點空間5步 然後裡面再附上一個小罐的油 應該是可以讓你點在裡面當作保養 是做的蠻精細的啦 不過我相信這搞不好 Made in哪裡 搞不好是我們做的咧 喔 他是Made in Canada 這個是 那個加拿大製的咧 喔這樣鬼 我了解了 那當然啦裡面就會有一個這個片子 那這個片子呢 如果大家拿到 其實他就是你在下場前 你可以先把它蓋著 你蓋著之後就比較不容易 物及它 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這個我們大概用不到 然後再來裡面就附上一個說明書 大家就看圖說故事 他講的蠻簡單的 而這個說明書裡面最棒的一點是 他要把 整個裡面的細部結構 弄出來喔 但是我還是告訴各位 這個要被copy或複刻的機會 應該蠻少的 對因為這顆真的蠻貴的 好啦那裡面就 空空啦 好 重點來了 等一下 畫面一轉 你就看我準備要被打了 好不好 然後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感想是怎麼樣 沒朋友到底怎麼樣沒朋友 好 就這樣子 好 鏡頭轉到的另外一個畫面 由於QMO在那時候 我的麥克風 可能掉落了 所以第一次的時候呢 沒有聲音 那你可以看QMO 那QMO剛好也邀請到我的好朋友 就是我們的 刀哥啊 上次砍那個外國人 那一個 Noviski就是他砍的 那待會呢 等一下QMO呢 就會站過去那邊 由他 來隊友發射 好不好 那就請大家呢 繼續看下去 那現在就要開始測試囉 第一次是有穿著背心 大家注意看啊 一瞬間就發煙出去 他其實是已經有打到 所以大家看QMO 一直跑回來很痛很痛的感覺 是因為啊 他有一些 是打在我的 我的背心上面 而他有子彈 有撈上來 幾乎都打在我的後腦勺上面 大概中的子彈 基本上來說 是已經 不知道輸不出來 好像 就周遭有 四五個人 甚至更多人 拿著手槍 由於出數真的不高啦 但是同一個時間呢 擊中你的 後腦勺 那個地方 說實在 你打在背心是沒有什麼感覺 而當那時候其實 有一些流彈是有打到我的 呃 右手 那基本上來說 他是其實不會留下任何痕跡的 好 那由於這一段呢 大家沒有看QMO入到 那QMO等一下就給大家看第二段 第二段 QMO就有入到 有入到聲音 好 OK 來喔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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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3...2...1... 這樣點2或點115的話應該會分遠 大概是要屁股啊 很開心 好嗨啦 好嗨 讓我組織一下給你 組織一下 各位 QM剛才被打了 大家有看QM跑回來 謝謝帥哥 不是朋友了可以先離開了 開玩笑了 謝謝啦謝謝 謝謝我帥哥幫我忙 不過在這邊跟大家講聊一下 事實上來說 他的痛覺 真的就接近於 以那個距離用手槍打 也就是等於是 他的出數大概就80 90左右 甚至更低 但是他的痛覺 是 不是累積性的 不是一下一個一個累進的 而是他一瞬間 就同一時間打在那個區塊 所以 你覺得那個痛覺上來是很直接的 就好像 有點感覺就是 大概十幾個人拿著手槍 然後對你的背部開槍 大概是那種感覺 那當然啦事實上來說 欸幫我看一下 後面有喝嗎 有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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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嘛 對不對 有一點點 旁邊的人啦 有看過了 就只有一點點紅 所以基本上來說 他根本就也不會造成瘀青 所以我認為 個人認為 沒朋友流彈 是一瞬間的沒朋友 不是永遠的沒朋友 好不好 不過呢 希望大家在使用 沒朋友流彈的時候 也要特別注意 他上面有說喔 一定要 三 三英尺以外 也就是差不多 三英尺以外 也就是差不多 你最起碼 距離一個 五六米吧 三四米五六米 遠一點 近距離真的不適合 用 用 用沒朋友流彈 好不好 真的會沒朋友 那 極彈性呢 跟打出來的效果 也讓大家看到了 好啦 我覺得這個就夠了 好不好 這個也不用拆啦 那如果大家真的感興趣 那沒關係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要不然你也可以私訊問我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好不好 謝謝 掰掰